李承鹏新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是他的首部杂文集,编选了近年来他对公共事件的批评和反思。 12号下午1点,李承鹏戴黑色口罩,现身四川成都新华文宣购书中心高升桥店,老诗人刘沙和,作家阮云飞,著名诗人李亚伟和知名社会学者于建荣等人到场支持。 但现场遭到国宝严密控制,于建荣等嘉宾只在台上稍作停留,就被国宝强令离开,80多岁的刘沙和老人还受到女警推赏。 发布会前一天,李承鹏在微博上披露,某官员勒令他不能谈时政,也不能念爱情诗,甚至说声新年好,谢谢你们,介绍嘉宾名字都不可以。 这位官员号称,他的上司正在北京坐镇指挥,李承鹏和嘉宾哪怕说一句话,上门就会把他撤职。 李承鹏感慨地写道,他们疯了。 发布会当天,虽然有警方严控,还是有数千读者来到现场购书,一些读者还特意戴上写有闭言套的口罩,以示对当局的抗议。 当然我认为他们是处置不当啊,就是处理方面有点问题啊,千岁的书讲个话,有什么大的矛盾啊,是不是啊,有什么大的那个问题,不能解决,要用这样愚蠢的方式。 2013年一时,广东就爆出宣传部长妥振,亲自篡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丑闻。 随后,《新京报》也因拒绝刊登官方指定评论文章而引发外界关注。 大陆诗人和文化评论家叶匡正向新唐人表示,当局很多做法让人感到荒诞。 他分析,在发生南方周末《新京报》两大报章抗拒新闻审查事件之后,中共宣传部惧怕局势失控而更加严密控制舆论。 在此之前,知名企业家李开复和台湾艺人伊能静就因为在微博上发文支持南方周末而遭到警方约谈。 其实还是过去一贯的这种维稳思路导致的吧,因为一切现在以社会稳定为主嘛,所以他只要为了社会稳定,他就可以做出很多这种比较让民众感到荒诞的这种做法或者精明的。 叶匡正还谈到,对于作家来说,在中国最难的是讲真话。 如果比如说,所有的作家,所有的知识分子他都讲真话的话,都把他看到的这种现实说出来,或者把他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说出来的话,我想他的控制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微博消息,13号李承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签名授书时,被一毛左人士突然袭击打中脸部,之后又有一名毛左人士向李承鹏投掷包装好的菜刀。 对于毛左们的过激行为,网友感叹,左派们的智商真是堪忧。 李承鹏新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是他的首部杂文集,编选了近年来他对公共事件的批评和反思。 12号下午1点,李承鹏戴黑色口罩,现身四川成都新华文宣构书中心高升桥店,老诗人刘沙和,作家阮云飞, 著名诗人李亚伟和知名社会学者于建荣等人到场支持,但现场遭到国宝严密控制,于建荣等嘉宾只在台上稍作停留,就被国宝强令离开。 80多岁的刘沙和老人还受到女警推散。 发布会前一天,李承鹏在微博上披露,某官员勒令他不能谈时政,也不能念爱情诗,甚至说声新年好,谢谢你们,介绍嘉宾名字都不可以。 这位官员号称,他的上司正在北京坐镇指挥,李承鹏和嘉宾哪怕说一句话,上门就会把他撤职。 李承鹏感慨地写道,他们疯了。 发布会当天,虽然有警方严控,还是有数千读者来到现场购书,一些读者还特意戴上写有闭言套的口罩,以示对当局的抗议。 当然我认为他们是处置不当啊,就是处理方面有点问题啊,千岁的书讲个话,有什么大的矛盾啊,有什么大的那个问题,不能解决,要用这样愚蠢的方式。 2013年1时,广东就爆出宣传部长妥振,亲自篡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丑闻。 随后,《新京报》也因拒绝刊登官方指定评论文章而引发外界关注。 大陆诗人和文化评论家叶匡正向新唐人表示,当局很多做法让人感到荒诞。 他分析,在发生南方周末《新京报》两大报章抗拒新闻审查事件之后,中共宣传部惧怕局势失控而更加严密控制舆论。 在此之前,知名企业家李开复和台湾艺人伊能静就因为在微博上发文支持南方周末而遭到警方约谈。 叶匡正还谈到,对于作家来说,在中国最难的是讲真话。 或者把他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说出来的话,我想他的控制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子,就是每年的维稳经分越来越高。 微博消息,13号李承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签名授书时,被一毛左人士突然袭击打中脸部。 之后,又有一名毛左人士向李承鹏投掷包装好的菜刀。 对于毛左们的过激行为,网友感叹,左派们的智商真是堪忧。